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咱上一期《杨丽的新年》给大家介绍一大步头三国演义 当时有很多朋友在底下Q Q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四大名著的作品 今天是咱中国的新年了 继续来个大步头 给大家分析一下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 那一说好汉歌,大家肯定都觉得这歌至少从难度上来说 姐妹,谁都能唱,路肩不平一声吼,对吧 咬咬一嗓子,您就出来了 可是我其实是很认真的听了由赵继平老师主创的 《水浒传》的影视歌曲的所有的曲子 我一听,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它其实和《好汉歌》凑在一起 就非常像一个古典交响乐的套曲 而这个《好汉歌》是套曲里的序曲 我一边听,我就特别的激动 我就觉得特别应该把这个套曲好好给大家分析一下 但是它这个套曲非常的复杂 工程量特别的大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对这个事感兴趣 所以咱今天离一个Fly 希望大家能够玩的命的给我点赞 如果这期视频的点赞能够过两万 我就把我分析交响乐套曲这功夫拿出来 咱把《水浒传》这个电视剧里所有的音乐 给大家分析一遍 我知道两万点赞的目标有点高 但是确实是这个事吧 工程量有点浩大 希望大家多给我鼓励 多给我打点鸡血 那今天咱们怎么来说一说这好汉歌呢 咱今天主要用对比的方式 从三个方面来聊一聊这首好汉歌的特点 第一个方面 说到电影音乐 一定要先弹配器 咱这个配器和谁对比呢 和三国演义的这个主题曲 滚滚长江东是谁进行对比 那么在滚滚长江东是谁里面 我说了 它刚上来的时候就用到了低音声部的这个铜罐乐器 模仿的是战争的那个号角啊 它那个声音呢就比较低沉 比较的红亮 在好汉歌里边有没有呢 其实好汉歌的开头啊 也有啊 您认真听它里面用到的呢 是小号 小号呢 是铜罐乐器里面 比较高音域的这么一个乐器 它的声音呢 比较的红亮 比较的尖锐啊 所以呢 一般冲锋好用 可是要论到气势磅礴 那它就没有这个低音的铜罐 给您带来的那种震撼力 那么强悍了 当然了 这个在尖奏的地方啊 用到了一个长得很像小号的兄弟乐器 就是咱大家喜闻乐见的索纳呀 这个索纳一听就更不像军队里用的了 您见过哪个 两军队弯八十万大军准备打仗了 出来一索纳 嘶的吧 嘶的吧 我感觉全军将士都得逗笑啊 这个仗可能就打不成了 这个索纳的更多的是我们民间的 甭管是戏曲啊 还是民间音乐里面啊 是老百姓手里边经常会拿到这么一个乐器 那就更接地气一些 再说一说呢 打绝 因为打绝在战争当中呢 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三国演义主题曲里面人家那个打绝啊 比如大鼓 人用的就是战鼓 或者那种大唐鼓 就是又大呀 又厚 抡起来都费劲 一听见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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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声 他们用到的这个响气呢 也是大鼓 一打就 一传传道远 都是这个开道用的这种乐器 再看咱水谷传啊 刚开始呢 虽然在配乐里边也用到了那个战鼓 但是呢 没那么逼 同时给配的是小唐鼓 小唐鼓啊 跟您说啊 也就这么大 这么高 一般人都是咱唱戏的时候啊 这个歌在这 模仿这个战争的这个状况呢 一打就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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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动静 跟人家动动动动 就不是一个玩意儿了 再说他的这个 铜器里边呢 用的就不是那大锣了 改的是咱五龙五师里边 用的那个水铲 有时候打 大烟盒子也有 那个呛呛起 呛起 就那个呛 还有一些呢 在京剧里边用的什么 所谓大锣小锣 一共就这么大 要不就是推推推 要不就是哐哐哐 和人那个哐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要对比 大居乐器的话 三国演义里的 所有大居乐器听起来 就像一个几十万大军的 那个正规军 因为那些大居乐器啊 人在正式战争的时候 都能用得到 《水浒传》的这个 主题曲 把他的大居乐单抽出来 您就觉得 就好像 不说他是杂牌军吧 但是至少呢 这些乐器 都是老百姓家里边就有的 听听就觉得 特别的接地气 说完配器 第二点呢 咱们来说一说 他音乐本身的写作 尤其是旋律上的写作 那么这首好汉歌呢 我觉得啊 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可能应该就是 他那个滑音了 就是打合 刚上来 人家给了您一个滑音 这个滑音的使用在这儿 也是非常的巧妙 其实我们 在其他的音乐种类里面 也会经常听到滑音 滑音呢 很多时候 它是一个 声音特色型的 这么一个音效 比如说在什么地方用啊 在马戏团的音乐里边 用的比较多 在咱中国曲艺里面呢 有的时候 说相声啊 或者说什么 其他这些书的时候啊 也会用二胡 演奏一些滑音 使来模仿人的这个声音 让您听起来呢 总之是有一个滑稽的感觉 是为了博人一笑的 但是呢 在好汉歌里面呢 您听他这个滑音呢 您并不觉得 他是有那种滑稽的感觉 反而是有那种很洒脱的 带有一些这个 地方民族气息的那种感觉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啊 如果您要是想拿他 当滑稽的音效来使啊 一般的情况下 呃 滑音的使用呢 就比较的紧密 像咱刚才放那个例子也是 他可能都几个滑音呢 一起连着水 而且呢 他们那些滑音 甭管是向上滑 还是向下滑 从哪个音开始 到哪个音结束 并不是很重要 它重要的是滑的那个过程 就比如说向上滑 就是呃 呃 它哪结束 哪开始 无所谓 要的是那滑的劲 向下也是呃 呃 听了都是这种声 但是呢 在这个好汉歌里面 并不是 我拿钢琴举例啊 钢琴没法太做那个滑 它大概听起来这样的 对吧 但是它不是两个音呢 滑着上去的 所以在好汉歌里这个滑音呢 它其实更像啊 西方古典音乐里面的 滑奏 和装饰音 和装饰音 的一个结合体 那么这种结合体呢 它是给主要的这个音 做装饰用的 所以如果我只弹主要的音 您觉得跟这个歌也没问题 也能合上 我要是把这个装饰的这个呢 给它加上 加上这个滑音呢 您能也能觉得也是弹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个滑音 使用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这个滑音呢 在配上刘凡老师唱 用人声演唱的时候 的这个中国的语言 那就更贴切了 有更深的一层含义 比如说 它在什么地方有滑音 大和向东流 和这个音 咱是二声 对吧 本来就是向上扬的 所以在这个音上 加一个向上的滑音 就和这个字本身的发音 对的特别的贴切 它后面呢 还有一个路见不平 一声吼的时候 对吧 那个一是有一个向上 然后声的时候 又向下滑 他大概这么一个唱法 我对这个山东 什么那边的方言 分的不是特清楚 但是您一听就能听出 要不就是什么山东 河南河北 反正就那一片的 那个方言的那个特色 就特别的像 所以呢 这个音效 虽然在其他音乐里面呢 一般它是起到滑稽感的作用 但是在好汉歌里面呢 因为它特殊的这个写歌方法 就是用这个滑音 来给主音做装饰 而且又配合上的 中国的语言 以及地方方言的这个特色 在这儿呢 就首先消解了它的滑稽感 同时呢 又很强的增加了 我们中国民族的这个特色 那么第三点呢 再说它旋律写作啊 和其他的这个普通歌曲 不太一样的地方啊 就是 它的旋律刚上来第一句 就是八度 从搜到搜 对吧 它刚上来就是八度 一般的歌还真没有那么写的 尤其是演唱的这种流行歌 我脑子里能想到的 只有一首 就跟那比较像啊 就是那个 死了都要爱 死了都要爱 对这个宋江哥哥这个感情 你再想想 这个死的都要爱 我觉得这俩歌 表达的意思 有异曲通工之妙啊 当然 这个也是一玩笑啊 还是说回来 我觉得这首音乐呢 大家都能听出来 比较有中国的这个 民族音乐特点 所谓的中国风 但是它其实又和我们其他很多 比如说吧 春节联欢晚会上 能听到的 这些中国的民族音乐 又有很大的不同 其中最明显的 就是旋律上这个安排 就是在这儿用到了八度 可是我们听到的 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很多歌 比如春节续曲啊 比如茉莉花啊 它的旋律 也都没有这么大的跳 咱说啊 中国的民族 大部分都是用五声音阶写 也就是do re mi sol la 所以在这里面呢 如果说mi和so之间 是不能算跳跃的 因为咱本来一般也不用发 对吧 mi和so是i之 然后拉到do之间呢 也不是跳跃 也是i之 听起来这样 这个加的一块它是连贯的 那么我们的春节续曲 什么茉莉花 就这种春晚上的晚会的音乐 大多数它的这个旋律啊 都是连贯的 它就算有跳呢 一般也就隔一个音跳一下 也就这样 咱先说这个春节续曲 您先听上这个旋律啊 mi mi re do mi mi re do 对吧 mi re do是挨着的 跳过去也是从斗调跳到了mi 隔了一个音 然后再往下 mi mi re do sol do到sol之间跳一个la mi la s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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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la sol 系 la sol系 la sol 对吧 全是在这 基本上呢 反正这个西是起点装饰性用的作用啊 就是 你听着也就跳一个 剩下都是连着的 咱再说这个茉莉花 以前经常晚会也唱 mi mi sol la do do la sol la sol 全挨着 到sol了吧 又连着又到mi了 mi mi sol la do do la sol sol la sol 然后sol sol sol mi sol la la sol mi re mi sol mi re do re do 所有音全连着啊 所以呢 像这种全连着的音呢 为什么适合晚会唱呢 你听吧 就让人觉得很和谐啊 国泰民安 但是像水谷传这个吧 他不是这玩意儿啊 他要的就是江湖的豪迈啊 对吧 人男人造反呢 所以他刚一上呢 就用这个八度 就把我们这个情绪一下调起来了 包括这首歌 后面比较有名的那个 陆股坚不平 一手头啊 该出手是就出手 也是基本上是八度 他从sol到拉 差一个就是八度 然后 从sol经过了一个拉 跳到的sol 对吧 又是八度 所以这首歌的八度的使用 就塑造了中原儿女 有血有肉的豪迈之情 那么以上三点结合在一起呢 就形成了这个 非常接地气 非常有地方特色 而且有血有肉的中国风的音乐 还是要说回来啊 我觉得这是我心中 也是非常地道的那种中国风的音乐 当然了 就咱所谓这个中国风啊 不是说追求啊 我有已经有的戏曲 或者已经有的名歌啊 然后借用这个西方的教育乐啊 把它给改编一下 就说这个就更体现中国圆周圆 不是啊 他其实是作曲家在吸收了各个地区的民间音乐的特色以后 运用了一些西方教育乐的这个元素 重新创作出来的一首新的曲子 那么这在我看来就是非常好的中国风的音乐 那么要说谁能够这么厉害 能够这么好的抓住这些特点 并且能够把它真正再写出来 创作出一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音乐呢 这作曲家到底是谁呢 要说啊 也是鼎鼎大名啊 而且人家是妥妥的学院派 就是著名的赵继平老师 那么赵老呢 曾经还是西安音乐学院的院长 您就说人家功夫多深了 就像作家王硕说的啊 他认为一个好的作家 应该通过自己的中国作品 创作出一套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系统 那么赵老用他的音乐就绝对做到了这一点 所以呢 我就还是想说啊 这个学院派所谓学习什么技巧啊 什么学习音乐理论什么这那各的 并不是说学习的这个技巧以后 这个人就写不了音乐 他的什么写音乐就没有灵魂了 一学就全给学死了 恰恰相反 如果一个人能够通过大量的专业训练 掌握真正高超的写作技巧 加上深刻的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这种理解 这样他写出的民族音乐 才能够更加的深刻 表达的是我们民族音乐的神 而不仅仅是行物 好 那这期刀刀方向音乐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您订阅分享评论点赞 也欢迎您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